赵哥 前一阵南昌出现一事 有一姑娘犯了事了 说把局委叫来 哦 救驾那个 是 您对这事有什么看法 这咱俩聊聊挺好玩的 这个女的等于就是一个孙小 哎呦 为什么 那余伟肯定就给你倒霉了呗 他说国安局的局长 是啊 那不就倒霉了 肯定了 是吧 这不就是南昌版的我爸是李刚吧 差不多这意思 是吧 所以说现在交朋友都得注意点 慎重 必须慎重 有各种各样的坑在旋转 真是 你看啊 就是说我就碰上过这种事 他说你帮他 咱简单跟他这不一样啊 你帮我买点东西 我给我买十条烟 你给他买了 他买了 过几天他说 我不要了 哎呦 烟已经满了 对啊 你说这种人你还能跟他合作吗 那不能合作 对吧 这就是轻微的坑你一下 好多东西现在 这些人现在 这些朋友现在不好交了 现在还真是 是吧 你说你有些时候 你说我认识一个医院的大夫 或者朋友的朋友的认识医院大夫 嗯 这个人听说了 他又不是他的事 他的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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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他们六个人了 他问你 找这大夫问病去 那你说你管还是不管 找一大瘟子 他关键就是问题出现在哪了 嗯 你帮他问了 这个好了 没你什么事 哎呦 他去炫耀一下 你看我找他谁谁 如果没好 这锅谁背啊 那肯定还 那肯定是是啊 那肯定是您背了 我也背不了 那最后那大夫得背着 是 所以说呢 这些东西以后真的 交朋友 一定要慎重现在 多了解 必须多了解 你比如说你给人办什么事 你前期都铺垫好了 是 他说我不办了 最后以后 这个费用怎么办 是啊 费用完了礼拜不是人 朋友偷朋友 对啊 我还一朋友就碰上过这事 孩子要上学 让给办 是拿了三五块钱 给办完了 他要求退钱 还报警了 最后警察来了让退钱 我这朋友说 那我都花出去 我怎么退的呀 是啊 都给人家了 对 所以说 以后有些事太损的人 挺多的现在 真是 真的不能 瞎管事 我觉得现在是 风险太大 大哥那您看怎么避免这些事 首先呀 现在就是 也别说你认识谁 谁都不认识我 对吧 你就 这就是 避免很多 还有的人 他就为了炫耀 是啊 哎呦 你们家 你爸是警察 哎呦 我小舅子的小舅子 同学进监狱了 找你爸帮着给捞一下 你这玩意儿 其实跟他毛过也都没有 是啊 那他是不是能得到什么好处 他有的人 他不是为了好处 他就为了炫耀 为了有面子 对 现在有的人嘛 其实越缺什么 他越找我什么 他越没面子了 他越想枪把劲 在朋友圈里 你看我有什么面子 我认识谁认识谁 其实他认识谁 他谁他也不认识 是 真能办事的人 人家都不说话 人家不一样了 你知道 人家现在活的方法也不一样了 哥那我明白了 人家出门来讲 在不认识他 陌生人的情况下 得先管住嘴 别吹牛 现在别说陌生人 就熟人 你都要注意点 是 你敢说 你说我们家的房子现在 刚搬出来没用 他就有人他就说了 我想住 我想住 还真是 有这样的人 是不是 其实跟他有什么关系 是 是不是 你就是有的人 千万百计就是 你有一点漏洞 他都不想钻 是 你没法弄 你这玩意 其实他什么目的呢 就是为了炫耀 是 所以在哥来讲 现在交朋友还得须谨慎 必须得谨慎 你要不谨慎 现在很麻烦 你知道吧 是